铁c后拓竟然耍大牌 被迫营业 但谁叫人家有这个实力呢 这款车型一经上市以来 便饱受大家好评 但近期视频中并没有它的身影 才限制哦 只要屏幕面前的您和演员了 相中它了 便能直接带走 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车采用高光免气 10级别环保板材 表面光滑 不仅美观大气无甲醛 环保健康 那现在我们就先看一下 您爱车的上装进度 给您一个反馈 这款车基于福特新时代 V348 Pro底盘打造 搭载2.2体柴油发动机 体配6AMT自动的面色箱 后驱后双叹的设计 行驶起来更加稳定 整车车长5米99 车宽2米3 高度只有2米8 甚至比一些B型车的高度 还要低一些 通过性相当优秀 但内部的空间 却可以和K型车相比美 那现在我们就到车里面看一下 现在已经安装好了 衣柜微波炉 然后下面的话 是一个双盖门冰箱的位置 左边就是厨房的区域 这里已经预留出 车油烟机的管道 后期的话 给您安装有柴油炉 洗菜池 冷热水交替的水龙头 这边就是卫生间的位置 而且还是一个 可以脱脚的卫生间 我们即使两个人洗澡洗漱 里面的空间 也是非常宽敞的 同时还可以形成一个隔断 起到两极式的效果 这个位置上方设置有储物柜 放点红酒 放点茶 都是相当有情调的 下方则是洗衣机的散热口 进行脱风散热 来到前方 在我们头顶 也就是升降照床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车顶有多宽 后期的升降照床就有多宽 现在升降机制已经安装好了 经过加工之后 它就变身为能承重600斤 同时容纳两个人睡觉的双人床 车内现在还没有上装完成 但是经过师傅们独具匠心的安装公寓 相信几天后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车友们也可以浅浅的期待一下 想要了解这款车上的上装进度 也请持续关注飞翔房车俱乐部 我们会陆续发出这款车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